中二月七号江苏多地降下大雪 记者在南京拍下了巧合一幕 雪花附在春节红灯笼上 灯笼瞬间变身真实版北京冬奥会吉祥舞雪茸茸 南京人有望平实力实现一家几个雪茸茸 就是这雪茸茸保质期有点短 温度到零上就自动引申了 说二月七号常州的金坛茅山森林世界 银庄素果 在草坪上五名景区工作人员耗时一个下午 河里堆出了一个约两米高的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瑞雪赵丰年为中国队加油 冰墩墩江苏分墩请求出战 说二月六号河南信阳 一车主把大鹅挂在后备箱上 行驶八百多公里带回家 车主考虑到后备箱里狭窄而且封闭 担心鹅被闷死 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 挂了个外挂的座位给大鹅安排了 目前鹅已经安全且活着到家 反程的后备箱越来越硬核了 都有活体延伸了 然而鹅行千里终有一刀同情了 说近日在湖北黄石 一女子着急返回工作岗位 但是鸡雪风道路难行 女孩父亲用挖机清雪开路径 两公里为孩子开出了一条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来救你的不一定是踩着祥云的至尊宝 也有可能是开着挖机的老父亲 说近日一只猴子大雪天 闯入南京城东某个小区 他顺着外墙爬到了酒楼住户家吃橙子 被住户看到之后立马开窗离去 临走还顺走一只橙子 目前了解到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会妥善安置这只美猴王 过年了 这猴子也得换换口味 不吃桃子改吃橙子了 说再来看看人类迷惑行为 近日一游客在云南野生动物园追逐孔雀 孔雀被抓住之后不停地挣扎 但是一直无法逃脱 最后男子和同伴一人拔走了一根孔雀毛 动物园工作人员称 孔雀求偶的时候会展开尾翼 羽毛的缺失会给他造成求偶困扰和不可逆的伤害 不知道这位游客 您把孔雀毛到底是想干啥 试想一下 见女朋友之前 你一被薅秃顶了 你抑郁不